我这个人讲话最中肯 但是我讨厌看到一个 自己躲在衣柜里面 英文又不好 还笑郭正亮钻地洞 郭正亮如果钻地洞 你钻衣柜算什么呢 而且最重要的是 我讲都是事实 Zoicode的英文如果够好 他就会看得懂 今天路透跟彭博社是怎么讲的 第一个路透的标题叫做 Kamala Harris 贺锦丽 其实自己有站出来讲说 我跟赖清德谈的是 中美洲跟移民问题 我等一下再告诉各位 他们30秒之内谈什么东西 这个东西很妙 赖清德今天第一次揭露了 原来他对中南美洲的移民 很有兴趣 这个太棒了 我们的副总统管得超远的 第二个 那当然我们就要看这个彭博社 日经 Nikki就是这一则新闻 你查Kamala Harris 在台湾 总共只有三则 国际媒体报道 其他都是台湾的 不好意思 其他都是台湾 英文只有三则 日经 这个路透 还有我们刚刚讲彭博社 而且很短 都很短 都很短 因为台湾要大内宣 但是人家不是很看重的事情 而且我们这样讲 彭博社有讲 我完整引用 我逐句翻译 免得说我什么 不爱国 说我什么 这个我们派了一个那么重要的人出去 你怎么可以打脸他 等等 大家就事论事 因为在这一个访问之前 美国之音 Voice of America 有问过国务院的高阶官员 国务院的高阶官员是这样讲的 Harris had no plans to meet with light while in Honduras 就是他国务院的高阶官员 直接跟美国之音讲说 不好意思 Kamala Harris 没有计划要在宏都拉斯 去特别接见赖清德 跟你想说 那这样不是还见到面了吗 等等 如果Kamala Harris had plan 如果我是贺锦丽 我有计划要碰面的话 我会约一个地方 大家formally坐下来 然后讨论我们来个 十分钟都算客气了 是的 那而不是这样子 教授 教授 来来来 你好 你好 我是赖清德 我跟你讲 我会中美洲的移民政策 很感兴趣 我上次在中美洲的时候 我是Harris 我在中美洲的时候 30秒到了 不好意思 已经20秒了 就这么长 因为我在中美洲的时候 我跌了一跤 因为我说你不要来移民 不要来移民 我被你骂死了 谢谢你撑了这么久 我先这样讲 超时 我们讲的官方一点 就是那事后 因为这样子见面之后 大家就知道 大家一定会讨论 Kamala Harris 特别在跟路透的记者讲 原文是这样子的 After the ceremony Harris told reporters that lie 就是在整个就职典里结束之后 Harris特别跟彭博的记者讲 Lie came up and introduced himself to me 是赖清德主动过来 然后自我介绍说 我是赖清德 我忘赖清德英文名字 那跟Kamala Harris介绍 没有像新头壳 难怪网友都下绿头壳 什么叫典礼上 主动迎接赖清德 赖清德跑过来打招呼 然后说滚 不行 不见 我们持平讲 我说过 我讲话很持平 台美有没有默契 有默契 就说你上来 我不会有这个body guard 你推开 可是你能不能谈 怎么谈 要看Kamala Harris 所以赖清德能够接近 我们这样讲 这讲得有点奇妙 赖清德能够接近到他旁边 是有默契的 可是有没有说 那这样子大家就大谈特谈 看起来没有 而且彭博的事你直接就讲了 有没有 其实贺锦丽真的是冒着 激怒中国的风险 我就讲也没关系 贺锦丽要不要冒这个风险 那是美国的事 但贺锦丽自己受访的时候讲 各位这首就妙了 这个他讲台湾今天来跟我谈这件事情 赖清德来跟我谈30秒 是因为他们对中美洲跟美国有共同的利益 这个打beat me 就是我一时间真想不出来 台湾在中美洲移民上面有什么共同利益 因为他特别提到了 Root Cause Strategy 这个是美国的总统令 是拜登特别下令的这一个 你如果上网去查你就会查到 它是我想想看这是多少 1401号令 那为什么 是因为中美洲呢 很多人因为他离美国很近 就拼了老命要去移民 那要进 其实就是非法移民 就是要进这个美国边境 然后进去之后 想要在当地落地生根 所以这个Root Cause Strategy 是说我们美国能不能够借由总统令14010号 在中美洲让当地人觉得有希望 可能是根除贩毒 可能是消灭黑帮 前提都是与当地政府合作 以便让这些移民觉得在当地是有希望的 而不要跑来我们国家 所以赖清德对这件事情有兴趣 这seriously it beats me 真是赖清德太深藏不漏了 我们不知道 那我们这样讲 Kamondi Harris还有特别讲这件事情的原因 自然是为了clearify 他自然是为了要弄清楚 跟大家讲明白 我没有跟他主动的洽谈 然后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觉得我们可以讲 真的两国的副元首 第一次在画面里面这么靠近 我绝对不会说这个没有任何意义 真的这么靠近 他真就是这么靠近 但是要不要这样就打点郭正亮了 那就表示你的教育水准不是很高 单纯的30秒的洽谈 而且还跟台湾毫无关系 跟台湾海峡毫无关系 谈的是root causes strategy 是美国跟中南美洲 希望能够在中美洲减低 非法移民的这个政策 你告诉我是外交突破 今天会面 你在开我玩笑是不是 你为什么不能够认真本分 中立的讲说 今天我们的确有突破 两方真的进一步接近了 那很遗憾 但完全没有谈到台湾议题 那这个贺锦丽也说 跟这个当地的元首 洪多拉的元首 也没谈到中国议题 没关系 你就说实话讲清楚就好 你不要现在每天振奋不已 看到那个光头就打他 那你怎么 这个光头是说郭正亮 那是怎么样 郭正亮讲的没有错 Quick hello 和30 seconds of speaking 怎么会被当做一个 外交突破上的正式会面 这真的不是会面 你这样讲 我今天如果真的 双方有更进步默契的话 为什么不一直聊呢 为什么不另辟密室密谈呢 你今天的问题是 你偏重大内宣 拿这些东西来骗你们那些 英文不好 尝试没有 不懂国际局势那些塔律班 然后塔律班那些人说 太棒太棒 超级突破 那今天疫情就不要管 今天有没有疫情呢 你可以接下来可不可以过年 都不要了 我们今天就打那个光头 就打郭正亮这个光头 打到爽 大家过年愉快 一元赴始 万象更新 这在搞什么 你今天如果能够诚实诚恳的 跟民众讲清楚 有突破 但是很遗憾不够多 Kamander Harris没有容许我们多谈 更多的事情 但至少对赖清德有一个加分 我觉得这就好了 我们也替赖清德鼓鼓掌 真不错 没有被他的bodyguard 做保卫的方式 把你挡住 赖 赖清德也够肿 不愧你守得云开见月明 但你过度的消费 说这是外交突破 这是首次会面 那你告诉我会面成果是什么 因为网友就说这就是巧遇吧 这是安排过的巧遇 安排了 那好坦白讲 那如果今天真的跟他谈那么投机 你不叫西班牙国王跟那个 其他人让开 我要坐在旁边 就真的 这种外交礼仪跟国际礼仪 很微妙很优为 那root cause strategy 其实在美国国内颇被批评 但是你也知道 我觉得赖清德真的很可怜 他的幕僚 好不容易帮他讲的 这个唯一的东西 对方是能够讲 愿意听的 那也算厉害 可是不要过度宣传 你骗得好像 这个接下来 我跟你讲 这个有一堆塔律班来讲 说你看是不是碰面了 我说你如果 赖教授不敢讲 你今天要打手枪回你家打 你不要在我这边打手枪 然后觉得自己好棒棒 什么脸肿了 你等等 有些事情我就不方便讲 就是你今天可以持平的分析 大家一起为国家努力 可是当你今天讲出来的东西 都是骗我的 唬烂我的 那我怎么知道 Kamala Harris 接下来要怎么走 要怎么做 台湾要怎么跟他合作 你看不到 你就不会有正确的国际观 而你就支持错了这个政府 因为这个政府告诉你的 不是真相 在这个聊天室里面 你知道很多网友 纠结在这个三十秒 很多人就说三十秒能干嘛 大家都觉得 三十秒自我介绍刚刚好 随便每个人都在讨论三十秒 三十秒 好了 那这一段流量又往上升了 那很多网友反映说好好看 那有人说这现在 刚刚朱大师的空中美语教师 我真的我一句句交 我绝没有乱翻 如果乱翻 你可以叫赖清德来告我 但我要提一件事情 大家不要对赖清德太抱以轻心 因为蔡英文的脸书已经跑去蹭赖清德了 对对对对 你刚刚有透露对 你说这代表什么 就是这代表捆龙所已经解开来了 我今天蔡英文不管以前多恨赖清德 至少小编被容许 可以去赖清德的发言底下留言 双方流量互称 光蔡英文留言五六千个赞 那以前赖清德 我们这样讲 你们这些死塔利班 记忆有够差 当年选举的时候 有没有塔利班骂Kamarin Harris 是中共同路人 当年赖清德党内初选的时候 你们有没有骂赖清德 是中共同路人 就问你这些人脑袋有动 两个中共同路人见面 然后你说台湾外交突破 你有病吗 你们今天就是因为双重标准 自己都不转 才会变成 大家我不知道要相信 2020年的你 还是2021年的你 别忘了 拜登现在的民调 大概是史上最低 你今天舔拜登舔到这个程度 那将来川普再上 你到底要支持共和党 还是要支持民主党 我印象很深刻 连拜登赢了之后 台湾有一堆塔利班 倒地不起 说不可能 我打川普一定赢 他会发动政变 这个声音真的是学他们 他们真的崩溃到一个不行 那现在忽然间变成佩登是你好朋友 卡玛拉·哈里斯 贺锦丽是你这个好伙伴 那之后下一次怎么办 我觉得这种疯狂外交 你自己要收敛 就跟谭德赛那时候被骂 跟狗一样 他是下一届当然的 这个联合国WHO的秘书长 那怎么办 那你要不要加入这一只狗 在当秘书长的WHO呢 要还是不要 你说清楚